咱們的這些很多的國人 包括這些在YouTube上面 有一些他們也放了這些視頻什麼的 底下的評論 它有很多的國人都認為 我們是體制培養的運動員 都是受益了 就應該要去讓出聽國家的安排 一群韭菜一群炮灰 這種邏輯都是非常的混亂 其實對我們是國家培養的運動員沒問題 但是當我們有成績的時候 我們掙的錢 我們也是跟國家拿大頭 我們拿小頭 我們也是回報給國家 而且他們把榮譽拿走了 都是黨的培養 國家的培養 你們這麼說了 我們就應該體制培養底下 我們得益了 我就問問你 我們受損失的時候誰管 而且跟我們一樣的人受的損失誰管 你們看見了郝海東葉招影 有多少張海東 李招影哪去了 你們管嗎 而且你國家這麼牛逼這麼厲害 你再培養十個葉招影就行了嗎 你管他那麼的 我們出來反對你 對吧 消滅你中共幹 無所謂 你有說服力 你培養一百個葉招影 五十個郝海東 不就完了嗎 你接著培養去 你接著打試頂賽冠軍 對吧 女單已經多少年沒拿試頂賽冠軍了 你這接著培養 訓養 倦養 你的舉國體制 而且你還是職業 你還是專業 歐洲的這些全是業餘 我們十歲不在家裏面 不在學校 不在我們受傷病了 最後回到地方分配回家 狗屁沒有保障 你們說我們受益了 所以共產黨的奴役的這幫韭菜們 你們這幫不醒醒 你們就是這些炮灰和韭菜 我們都是非常想讓這些運動員們知道 他們真正受損害的都是他們 他們未來就是都是跟我們一樣 當然我們其實從很多東西 我們自己會經營 但是有很多運動員 他不會經營 那最終的 你都是被人家割韭菜